大陆艺术家朱仁民二日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展出其绘画作品,推广他用艺术拯救生态的理念。 朱仁民三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艺术拯救生态工作,在大陆寻找因人类破坏而荒废的荒沙、荒岛和荒滩等,并着手修复,按照自己构思的修复图重新开拓这些荒地。 本次展览展示了他曾修复的部分区域,用照片、手稿、中国画等体现这些地方修复前后的天壤之别和修复过程中的劳作艰辛。 作为一名艺术家,朱仁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责任。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他提出了心灵生态、自然生态、艺术生态的修复理念。 因为他发现世界上所有战争、灾害、瘟疫都因这三种生态的不平衡所致。 年过七旬的朱仁民把毕生的积蓄投入生态修复等工艺事业。 他说,艺术拯救生态可以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特殊艺术表现手法,赋予当代艺术家新的社会责任。 有一点时间,在路程的提供进行造。 根本我先计算拿来到这种生态修复的过程中的航空,最后发现她的造语复。